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渡过大西洋来到北美 他们都是清教徒 在清教徒的这个群体 他们为了逃避国内 当时就是这个英国国内的清教的一个迫害 他们就跑到北美的殖民地去了 他们手里有一些特许 但是他们在看到陆地 经过了两个月的海上航行 都已经颠得七分八速了 都想赶紧上岸了 但是看到海岸的时候 他们停下来 船上102个人当中的 41个成年男子下到底舱 大家商量了这么一个 叫五月花号公约 英语叫做Mayflower Compact 这五月花号公约 被称之为是美国的精神宪法 这美国宪法之前的第一个宪政性文件 很简单 当然是没有女人和孩子什么事 这还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42个成年男子凑在一块说 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我们国王的荣誉 为了我们自身的幸福和安全 我们来到这建立一个自治殖民地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将遵守我们自己 为了大家生活愉快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 我们将出任公职 将自我管理 你想想那个情景 一帮人在海上颠簸了两个多月以后 能上岸了 不上岸 咱先理规矩 理完规矩咱再上去 我们有时候就是 我特别不忍心这么比 但是您想想 如果郑和真的发现了美洲 咱应该发现加利福尼亚是吧 或者俄勒岗 或者华盛顿州 就是西边是吧 因为它跨越太平洋 郑和要在还行 因为它是元帅 如果是这么一船 小破船上 一帮普通老百姓 看见加利福尼亚了 中国人会停下来开个会 大家商量商量 咱们在这怎么自治 我估计咱们的习惯就是 谁是咱们里边年纪最大的 谁辈分最高的 二爷爷您上 对不对 二舅你来 咱们基本就这套就出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 那么在欧洲的过来的这批人 它是多么具有启蒙运动的 这种洗礼啊 所以美国的开篇是这个 是这个 是1620年11月11号的五月花号公院 我当年买的第一辆车 我去上牌子 我正好给我自个儿选个号 我的牌子是经NE1620 就这事 NE是New England 新英格兰1620年五月花号 我拿这当过一道考试题 考四中学生 乌人大队 乌人大队 那么这个公约导致北美殖民地 北美殖民地最早的欧洲的这个移民是1603年 1607年 这个James Town 在下面一点 这个1620年属于比较早的殖民地 它写的是我们到了弗吉尼亚 就是弗吉尼亚北边 那当时还没有马萨诸塞这个名字 慢慢的英国的殖民者越来越多 就在东边建了这13州 建了殖民地对吧 那么这13州 就是后来的时候 当时就13个独立的殖民地 在与英国的这个抗争当中 最后掀起了叫美国独立战争对吧 您知道的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什么打的 反应 为什么他们要反应 他们都是英国人你知道吗 加税 对 英国政府给在大陆上的英国人加税 对吧 而且不给这个大陆上的英国人 以海岛上的英国人所享受的 应该有的权利 能听明白吗 他们本来是海岛上的英国人吧 现在跑到大陆上来 反正就没有足够的权力 又加了一些义务 反抗 他们反抗的方式是很残暴的 比如把税吏抓住 吊死 他们直接把人吊死 然后在人身上刷上利青 刷上白油 沾上羽毛 外号叫鸟人 然后挂在树上勒死 就是暴力抗税的事在北美地区特别多 您别忘了 就是到北美的人 我这么喜欢 就是如果你生活都特别好 咱在北京上海生活的特别舒适的话 您会没事到海南去吗 我就想我 是不是 我一定是为什么我要去 我得有点想法 是吧 我这胆得大点 我胆特小 我不会离开我的舒适圈 对不对 来这的人 人手一杆枪 各地各都不是好惹的 所以最后这矛盾越来越大 英国也觉得挺没面的 你是我殖民地 你也是我的子民 我管你咋了 对不对 你说我这税收的不对 我免了 不是这完了吗 所谓的重税没怎么收 比如糖税 比如印花税 都是颁布了以后 英国是想弄一笔钱 但是颁布了以后 是吧 人一反对 他第二年就给取消了 取消了 应该不要造反了 对不对 接着反 接着呢 包括这波士顿清查事件 波士顿清查事件是 英国这个 海岛上的英国政府觉得 说你看 这好像处得不太好 对吧 咱们缓和一下关系 我从印度的 东印度公司 调一批 雾美价廉的茶叶 送到北美地区去 大家都是英国人 大家都要喝下午茶的 对吧 你们能买到便宜的茶 结果让波士顿人民 给扔海里去了 这是不是好意啊 人家是不是来缓和关系来的 这叫热脸 钻贴冷屁股 这给扔 扔的孩子 波士顿清查事件 英国终于不干了 你这太过分了 你立刻派军队 封锁波士顿港 他这一下令封锁波士顿港 这当地的 这殖民地的英国人 立刻传令 这第一传 叫一分钟人 他们有一批人 叫一分钟人 就是在一分钟之内 可以拿起武装 准备战斗的人 按今天讲 叫快速反应部队 一分钟人 立刻集结 准备打 英国军队 鹤枪实弹的 来 这想镇压一下 其实就是吓唬吓唬你们 结果你们拿起枪来 准备跟我干 这还有完呢 双方这个 剑拔弩张的姿态 就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结果出现波士顿惨案 您听我说这词 波士顿惨案 您觉得得死多少人 四个 四个 最后连受伤的可能是 是六七个 四个是怎么死的 就是这帮人就往上挺 你们不是拿枪吗 你来啊 你打啊 有没有人你来啊 大概有那年轻士兵 在倒退的过程当中 没注意 啪 枪响了 枪一响 大屠杀了 学习波士顿了 反抗啊 英国人 没点说理 天天知道 最后就让这帮 就折腾起来了 北美地区的人 本来想要的就是 获得和岛上的英国人 一样的 在英王统治下的 平等权利 但是他发现英王 是站在英国政府一边的 所以就开始骂英王 把英王骂成什么呢 叫不列颠的皇家处上 哪有这么对领导的 你说 我们都感到很不 很不 习惯是不是 最后的结果 把这双方就开打了 那真打起来的时候 您就发现 不得了了 这是1776年7月4号 在大陆会议上 第二次大陆会议上 通过了 由杰菲逊起草 由大家帮他修订的 独立宣言 这个独立宣言的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今天7月4号是美国国庆 是吧 就纪念这个事 那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独立宣言的文本 我特别强调 我在四中教授的时候 我曾经把这段话 要求我文科班的学生必备 别的你什么都要证实 英文必备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indulg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ideas of the rights and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这一句出来 你就会知道 启蒙运动对它 有多么深的影响 我们认为下列这些真理 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所赋予他们的 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叫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 是上帝给的 是人生而具有的 不是任何政府 国家政党或者国王 或者什么领袖给我的 我天生就有 你要是想当我的头 你就得保护我 为了保护这些权利 政府才得以建立于人类当中 我们建政府的目标是什么 是保护我的天赋人权 而且必须经过被统治者同意 我要不同意是不行的 那么若任何形式的政府 破坏这些目标 则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该政府 建立新政府 并使其基础原则及其组织权利之方式 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这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造反 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保护我们的天赋人权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我觉得太美好 所以有一次我是带学生去美国参观 就是去华盛顿 他们在一个博物馆群里边 在博物馆群里边他们参观 我当然因为去过好多遍了 我就从博物馆群出来在大街上溜达 在这个宪法大道上走啊 我就瞎走 就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博物馆 叫美国国家档案馆 我当时英文 我能看到这叫档案吗 叫archive 是档案 我当时想档案有什么可看的呢 但是我还是进去了 跟着排队进去了 我发现这档案 我的天哪 三件东西 独立宣言 原件 美国宪法 原件 权力法案 原件 三面墙 是三样东西 我在每面单膝下跪一次 我这边在国外四次单膝下跪 这三次就贡献在这儿 我就请收下我的膝盖 第四次在那儿 在威斯敏斯大教堂里边 我在丘吉尔的墓碑前 三西下跪 我不知道 您看了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感受才知 我给您举一个小例子 这个小例子 是我在四中教学生的时候 也是我跟四中的官吏 从发生冲突的一个小例子 我当时当班主任 我的一个学生 女生 住宿的女生 拿着一条杠子 老师您签字吧 班主任吧 签字 我什么事 我被停诉了 惩罚停诉 犯了三次错 我要停诉 我说你干什么了 我一看第一件 第二件都是干了错事了 第三件 晚上不按规定时间上厕所 我说这不行啊 这不是一个错误 他说是啊 他说我上厕所 但是呢 我说你们什么规矩 他说十点半熄灯 对吧 十点二十以后不许当厕所 我说那要有怎么办呢 等着 你要办十点二十以前上 上完回来 十点二十老师开始检查 屋子你必须要十点半得提灯了 你在楼道里串着都不行 对吧 然后我说那这个不合规矩 我就带着他去找这个学生处的人 学生处主任 是我挺好一哥们 我们就说你这个不合适吧 他说你别信他们的 他们这些孩子就是为了不按点睡觉 然后跑出去在楼道里边 不熄灯的大声喧哗呀 十个里有九个都是假的 说上厕所 我说那十个里有一个是真的 你也得你也让他去呀 这东西你没有权利判别 我要上厕所撒尿 你能说我是假的吗 这事你不能判别 这只有我自己能知道吧 十个里有一个是真的 你也得让我去对不对 他说你怎么这样 你是班主任 你是管理者吗 你为了管理我们必须这样 我说那十点二十 他没尿怎么办 十点半他有了 忍的 我说几点钟就十一点行 我说那这四十分钟里 如果拉肚子呢 我还没说那女孩子 如果有生理期怎么办 我能等你四十分钟上厕所吗 这急了 你就不懂事 我就破坏规矩 我如何如何没有不识大体 最后扶秀而去 我就指着那 那是一副校长 我指着后脑上 我说你们 谁是按点撒尿的 你告诉我 谁是按点撒尿的 后来我跟这个学生把这件事写在他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里边 因为我认为上厕所的权力是天赋人权 你要活着吃喝拉撒睡 这几样是不许是不许动的对吧 对吗 吃喝拉撒睡是不许由国家的法律来剥夺的 要不然我活不了啊 对不对 这事说着不怎么好听挺恶意的 但是您自己想一想 天赋人权 谁是让你来管我上厕所的 高考我要上厕所 考场上老师陪着我去 他也得让我去啊 他也不可能说你憋着 你等考完你再上厕所 没这规矩 怎么四中比高考还厉害 那孩子还是停速了 那最后我们把这个故事 因为我是他导师 我给他写在这个推荐信里边 拿了很好的offer 也算是不错的回报 这证明我们曾经在民间 做出过 为了民主和自由 做出过相应的努力 美国招生官一看 这个很好啊 我有时候就是 因为四中接待这外事人特别多嘛 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 昨天我突然想 我跟赵立焰老师他们说 我说哎我说我有一事做的挺厉害 他说什么事 我说有一年是这个 一个美国的中学的访问团 到我们四中来交流嘛 然后有一个美国老师 历史老师 也属于就拽拽那样 中国这不行那不行 然后 课间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民主自由程度 在大幅度的后退 就这人家直说 你们大幅度的后退 我说也不尽然 哦 他说 他就瞪了 难道你们中国的 您还有进步吗 我说在局部的地方 有些地方的程度 是世界级的 巨大的进步 他说哪 我说台湾 有毛病吗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 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怎么样 非常好嘛 对不对 非常好嘛 所以 给那种掠的根录根录的 我觉得 学历史有的时候 就是掠人一门零 回到这儿来 这太好了 所以各位去华盛顿 要去宪法大道旁边的 美国国家档案馆 这三样东西 我的天哪 是改变人类世界的东西 它是美国之所以 是美国的原因 明白吗 就是我们今天看 你恨美国也罢 你爱美国也罢 无所谓 美国才不care你 你爱恨不恨 你动不了他 他就是老大 对不对 我们怎么能超越他 我们要在文明上 去追逐也好 竞赛 然后超越他 不是比GDP 你再有钱又怎么样 康熙说咱有的是钱 乾隆的时候 咱们到鸦片战争的时候 鸦片战争 咱们被人打得头朝下了 咱GDP还是世界第一呢 所以不管用的 那东西不管用 美国宪法 1787年宪法 美国是1775年开打 八年抗战 1783年英国是得了 你滚吧 你爱独立独立吧 我不带你玩了 然后 华盛顿发表了 放下武装解散回家的权利 人家就是团在一块 反抗一个专制政府 对不对 现在专制政府不专制了 我们大家回家 干嘛干嘛去 所以美国自一诞生那天 几十亿三无国家 没有宪法 没有一个合格的中央政府 没有总统 什么都没有 大家散了 散了之后互相掐 这13个州互相打的一锅中 眼瞅着这地方 好像英国在边看着 英国那意思 我在边看着 我看你们这帮暴民能干什么 等你们是吧 都不行的时候 Let's make American Great Britain again 川普老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旁边有些人画一画 伊丽莎威二十老太子 那儿呵呵乐 make America great Britain again 就是我在收复失地嘛 因为你们不会管理嘛 因为这群傻孩子们 你们哪懂得什么叫管理 大英帝国都好 对吧 为了不使这个新生的美国最后 彻底崩掉 华盛顿 结架归田 四年以后又出任宪法 制宪委员会主席 这个制宪会咱们要探讨 那又是一个大话题了 这1787年宪法 那这个 要说起来有好多好多可说的东西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啊 结果把这个宪法制定 到现在没换过 人家这宪法是没换过的 人家又通过宪法修正案 二百多年了 一共27条宪法修正案 还形容有前十条 是宪法通过以后立刻通过的 所以等于就是一共二百多年 修改宪法17次 这就很了不起 非常稳定 直到今天 美国之所以是美国 从情感上来讲是独立宣言 从理性来讲是这宪法 这宪法里边 采用的是弗吉尼亚的方案 这叫弗吉尼亚 Plan for the government 对吧 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 这叫三权分立 谁的主张 孟德斯丘的主张 源头在哪 约翰洛克 三权分立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初让我们个人的权力 形成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 这个权力会很大 对吧 我们要掌握立法权来限制你拿掉这个大权力 你必须保护我 对不对 但你不保护我怎么办 我可以把你选下去 但你不下去怎么办 这次特朗普不差点就不下去吗 差点耍赖是吧 这玩意是受不了对吧 你不下去怎么办 我们到时候就想把你轰下去 对不对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会用三权分立的方式 就让没有任何一支力量 能够最终实现对全民的独裁共产 那么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的 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谢谢大家